除了送礼物以外呢 当然也要好好的 这个慰劳一下辛苦的妈妈了 所以呢 这母亲姐如果你想要请妈妈吃大餐 这定位呢 可是要提早先定 现在定可能都来不太急了 也因此呢 现在很多的民众都只好应变一下 提前一个礼拜到餐厅去庆祝 甚至呢是以下午茶 去代替这很热门的午餐或是晚餐 不但是避开了人潮 也可以让你省钱哦 今天大牛排在烧红铁板上 滋滋作响 大厨县街牛排是五星级饭店 母亲节巴费大餐的重头戏 不过如果没有在好几个月前 就提前定位 那母亲节周末肯定是五元品尝 这道美味料理 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整个定位都已经定满了 那有些客人来讲的话 怕母亲节定不到位 其实他们都提早一个周末 就在这个周末都提早过母亲节 民众脑筋冻得快 干脆提前一个礼拜 带妈妈来享用母亲节大餐 如果真的是母亲节的时候 其实餐厅都很难定位 那既然刚好我们大家都比较早期 那想说就提前一个礼拜 来帮妈妈庆祝母亲节 我觉得很好啊 当天大家都急得要命 而且常常有时候还会被控告说 吃的不是很理想 其实很棒啊 实在是因为母亲节档期 一味难求 不管你是午餐还是晚餐 号不号码牌都已经发到了100号 提早庆祝母亲节其实还有好康 高级饭店母亲节大餐 平均都喊价到1300多元 提早一个星期只卖1000元左右 当场剩下一笔 来到饮茶餐厅 排队人超用线 想要提早庆祝 却抢不到正餐 他们来拼个下午茶 看我们是4点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是还OK的 再晚一点的话 冷很多 越晚越多冷 尤其在母亲节的前一周 礼拜六跟礼拜天 大概平均成长了两成到三成 母亲节热门时段 大小餐厅定位难求 这提早一周报到的妈妈大餐 为业者带来商机 也解决了子女们和妈妈同欢的大难题 母亲节快乐 主题新闻正好呢 我们家是台北特朗报道